好那再过来我们做图文整合呢 第2个在对内容的manipulate 在对内容的操控上比较常碰到一个需求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 有没有 你们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 半袋有我的画面吗 有 你看这个Dion Speed的毛玻璃把他遮起来了 这个当然特效比较多 毛玻璃就是我们会遮挡部分的内容 可能是隐私权 可能是这样那样或是怎么样 反正你会遮挡部分的内容 这我们常看到 我们做这种图文整合必要的需求 那怎么样做呢 当然你大概也有想法 但我用我几个操作的方法给你看 核心是你看这毛玻璃 因为比较漂亮一点 毛玻璃式的东西嘛 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 怎么样做他 好来 那我们开个新档案 好不好比较快 OK 这是一个新档案的 滑鼠滚轮 往下滚一点 缩小一下 我个人的习惯 好 然后抓这张图吧 抓过来 然后插入了新图层 假设啦 哎呦 你不想让人知道什么路 对不对 想要把它遮起来 你不想要知道什么路 你想要把它遮起来 怎么办 最基本的做法是这样子 各位你看我都会先复制一张 为什么要复制一张 哇你搞搞砸了 搞砸了还在啊 对 当然这是个人的习惯 那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在这一个地方 直接在这一个地方 直接在照片本身的做了 那当然你要很有把握啦 因为做完就不会改了 就你要处理它很难 要就再改就很难 但是 有时候也没那么麻烦 这是一个选取的举行 有没有 选取去 我假设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模糊起来 我就把它选起来好不好 我整个把它选起来 我们讲过了 在这个画面当中 如果有一个地方被选取 我们如果对这个画面做任何作用 或改变滤镜 只有在被选取的滤镜会产生作用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滤镜 模糊 一般我们都用高湿模糊 往这边拉一下 没有 模糊掉啦 不开心就在模糊掉啦 OK 确定 就一个地方模糊掉了 然后呢 那个选取 取消选取 那有时候呢 一个画面有好多地方需要模糊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啊 那就再继续做啊 这一次我们用圆形 而且这个车子在这里这里要 对 然后按那个Shift键 按Shift键它就会 长宽同比例 变成个正圆 那再来 滤镜 那个模糊 高丝模糊 拉一下 有没有 有模糊掉了 有模糊掉了 好 就这样确定 那个地方想模糊 就把它模糊 选取 取消选取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啦 它就是直接做了就是这样子的 你也不太能动它 基本上你也不太能够 动它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 那 模糊完了 你就可以在写字啊 或干嘛 这我们常看到的图像遮挡 好来 那 这是我们原本的图 对不对 我们再跟它复制一张 我们现在教另一种做法 这是上次讲过的 上次讲过的 各位看着 好来 滤镜 一样模糊 高丝 模糊 没有 好 你看呢 我们没有 我们如果没有做选取 是不是整个都模糊了 所以我没有做好 好我们先把它选取起来 假设这个地方 哦 这里这里好 这里好 我要把这边都模糊掉了 我要把这边都模糊掉 我要把这里都模糊掉 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注意哦 这一次我们是建立 遮罩滤镜哦 直接模糊给你看 模糊了 对不对 模糊了啊 好了 建立遮罩滤镜 这我教过了啊 有没有 它其实在这里有一个遮罩滤镜 也就是说 其实也就是说 对 虽然模糊了 但这个模糊的效果呢 这个模糊的效果 我用一个滤镜 滤镜你想象成压克力板 哦 我用一个遮罩滤镜 把它挡 把它做出来哦 所以呢 选取取消选取没关系哦 一样哦 你看我如果把这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这个 之前那个效果是直接做在图上的 我这个是这个效果是用 这一个压克力板你想象上面压克力板 用一个压克力板把它特效出来的 我可以把这压克力板取消 你就可以看到之间的变化 有没有 啊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之间的变化 这我们讲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遮罩滤镜 有没有 哎呀 压克力板就可以看到一个变化 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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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对这个压克力板 你还可以对这个压克力板做某一种什么 你还可以对这个压克力板做某一种 变形啊 我们讲过了黑跟黑跟白之间的关系嘛 这边有滤镜没错 可是这个滤镜是用这个压克力板做的 而这个压克力板是有没有看到黑跟白 白就是凸显黑的地方就是挖掉 那我觉得这个好圆 我不要比方看着 我这边有个刷笔刷 然后呢我想要用个变一点的 怪一点的笔刷 比方说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笔刷 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很厉害的笔刷 然后我稍微拉大一点 有没有 好这样子 我们说白的记得用黑的 把它调整 这是原始的没有 黑的挖掉 白的保留 有没有 我就挖掉一点 有点挖掉 有没有 挖掉一点的感觉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再对这个我们讲过了 之前有讲过了 有没有 好 你可以对这一个滤镜 这个滤镜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个滤镜 它是用 它是用一个压克力板 来 来让这个滤镜的效果呈现 然后这个压克力板有黑跟白 我可以把它某个地方化黑 是不是有点化掉 那种看起来 有点 稍微还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 如果你要烧包的话 有没有 至少是比较多的特效看你 就是说你要玩到时候 人家至少视觉上比较有趣嘛 就是为什么要用那一个什么 用高丝模糊 同样高丝模糊 我不是直接做 而是用那个所谓滤镜 滤镜遮罩 那滤镜遮罩呢 它会有黑跟白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效果 在这个地方呈现 但我可以透过 对黑跟白的控制 还可以对这个效果 产生一些变化 那这样子就很强了 对不对 那就会是一个 这样子的状况 好 那第三个 我再教你一招 更厉害的 会跟今天的做配合的 好 关掉 对 好来 又是这一张 再多copy一张 假设啦 好 现在这一张 一样老样子 老样子我们 这地方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做了 先用滤镜 先用那个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 我们要强调这里的地方 好 这里 然后呢 直接就是滤镜 那个 滤镜 模糊 高湿模糊 OK 我们把它模糊掉 可是各位 这边是黑色的 对不对 那模糊掉也是黑色 刚才这个地方白色 模糊起来 有白色的感觉 这个地方模糊起来 就黑色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确定 你又不太喜欢 你希望这个地方有点像毛玻璃 这样有点亮 对不对 有点亮 我是教你比较进阶的做法 怎么办 那你就要充分运用 我之前教过你的东西 这个不要先选取 保留 这个选取要先保留 我做一个什么空白的 空白的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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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空白的选他 这边是选取 对不对 在选取 所以我们颜色调一下 颜色调一下 调到一个白 这个白 可以最白也可以最黑 不要那么白 差不多这样 稍微亮一点的地方 看看你要多亮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你要多亮 看看你的毛玻璃的感觉 我要稍微亮一点 确定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白色灰色 然后把它拉到拉进来 拉到这里来 其实是我们在这一层 有没有 刚才做的这个空白的涂层 因为这边有什么 有那个选取区 所以只有这个选取区会出来 所以选取 取消选取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边多一个涂层 我再让你看一下 对不对 白色的 我再把白色的涂层 拉掉好了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这边多一个白色的涂层 其实也是这样子而已 好来 白色的涂层 然后这边刚才有做 这边 这个已经有模糊了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模糊了 这里有模糊 模糊的地方 我再加个白色的涂层 现在对这个白色的涂层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作用 什么作用 这里我们讲 这个地方 其实做任的涂像处理 一定要会的 就是所谓的 涂层的模式 那我们用什么 绿色 你也不用管 绿色英文叫 screen 有点像玻璃的感觉 绿色 有没有 有没有透进去了 哎呦 去有透进去了 刚才看起来好像没有透 你再看一下 刚才呢 刚才正常的样子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 用绿色有点透进去的感觉 但好像 没关系啊 这个地方再往这边拉下 有没有 不透明度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有一个 有没有有一个 毛玻璃那种 好像被加量的感觉 其实就是上面加一个白色 上面加一个白色 然后再加上一个所谓 濁镜这个概念 Screen这个概念 然后再把不透明度拉下 这样就有点毛玻璃的感觉了 那 这个你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你也可以用相加 绿色相加 跟加量色彩 都是属于 可以亮起来的 更亮起来 更亮起来的感觉 更亮起来的感觉 那就是只是 就看你要怎么处理 你也可以这样子 好 就这三个 这个就是模式 这个就是模式 涂层的模式的问题 那这个 我如果有机会教到就教 那不然各位去看我JIMP 我的教学档案当中 我有教JIMP 我这个涂层的概念讲很多 不管你看 你是不是 我把它遮起来了 然后还有一点毛玻璃的感觉 至少视觉效果比较好 那你说老师除了这样而已 你看 这边是不是白色那一层 就是白色那一层 对不对 哇 没看到 好 这个是白色的 这个是白色的那一层 因为有screen 本来这个地方是白色的 我现在要把这个白色变形 怎么变形 会不会 再来要滤镜 这一个 启动这一个 有没有 有各式各样的变形的方式 我找到了这一个变形的方式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这样一种变形的方式 有没有看到 水波 有没有 你还可以很多 就是看看你要 或者漩涡 或者是这样 这个不错 这看起来更像毛玻璃 好 就决定这一个 套用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 有了 好 确定 看到没有 你遮挡它 不只遮挡它 还有毛玻璃的效果 旁边还有这个糊糊的 那我就是透过那几个动作 把它结合起来 那你就是刚开始 都看我的 都学 都思考 第一个 把你要的地方模糊掉 选取去不要取消 当然你也可以把选取去转换 不过这个 你也可以把选取去转 那个存起来 那我也教过了 不过没关系 就比较动 然后再做一个什么 上面再放一个涂层 然后选取去保留 把白色的加进来 然后你用加亮色彩 这两个就可以结合了 结合起来 把白色跟它结合起来 整个就变白了 那太白了 你看破不透明度太白了 没关系 把不透明度 上面这一层的不透明度 再尽量捡 捡到你爽 看看你要怎么样 这个白是我要的 我看看你要的白 好 然后再加上 刚才我们讲过的 滤镜的这个效果 有没有 把这一个白 这一层白 都上一个这样子 像毛玻璃 超像毛玻璃的 就把它挡起来 效果就把它挡起来 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 上一堂课是讲 对于图像的 视觉的亮度 主体一定要出来 这一堂课讲的是 某些东西我要遮挡 怎么样遮挡 那我教你的是 比较高级的方法 从最低 从最 low end的那种 很简单的高湿模糊 到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你也可以直接用一个圆形 用个颜色把它遮起来 对不对 用个黄色遮起来 之前讲那个香料的时候 我教过了 那更没水准了 不然是更没水准 比较没有艺术感 那这个就感觉起来 那比较对 这就是所谓毛玻璃的做法 我还蛮喜欢这一招的 不复杂 对不对 都揣起式你就很习惯了 把逻辑概念弄清楚 就好了 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先交到这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